今天秋冬流行什么样的服饰呢 不论是大品牌还是平价服饰 女性朋友开始都在注意 但是你有听过用树皮制作的服饰吗 跟一般的服装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鼓励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为推动原住民文化研究及推广 举办了原住民艺术工作者助援创作 精灵获选的艺术工作者林荣依小姐 来自台东成功镇 是为阿美祖人 与众不同的创作理念以及特色 制作出具时尚精品感的树皮创作品 本次主要的是树皮布的制作技术的 林荣依小姐入选 是因为有一些文化脉络的存在 树皮早在200多年前 阿美祖人就已经使用来做成衣服 后来制作技术慢慢的失传 身为阿美祖人的林荣依设计师 在了解树皮布历史来源 以及部落其老和青年人的努力的传承 因此选择树皮作为这次的创作素材 树皮布可以做成这么盘开这么有型的画 可以进一步去认识树皮布文化 藉由这次的时尚树皮 Playbox时装特展 不但让大家知道原住民的树皮文化 更由创作 游客体验以及解说的动态过程 让园区展示内容更具丰富活泼 东台新闻 陈静雄北浪文化公园报导